现在让我们用掌声 欢迎新浩年先生为我们演讲 到澳洲来每一次讲演都让我很激动 看到澳洲的天空这么难 澳洲的华人这么好 新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特别是对澳洲的法轮功学员们 法轮功学员的朋友们 他们在我到澳洲巡违讲演当中 所付出的心血和劳动 不仅引起我心头的万般感慨 也真的使我感觉到 我们华人正气在胸 也使我感觉到 我们中国的希望 真的是大大的存在 千万莫灰心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好的华人 这样好的知识分子 和我们的法轮功学员们 他们正在捍卫自己的信仰 他们正在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 自由和机设自由和那个专制政权 做着枉强的抗争 我想我们海外外中国知识分子们 如果知道这样一个情况 确确实实心里面会有一种 很大的鼓励的力量 我本人应该说 也是受到了海外许多华人 特别是近年来一批法轮功学员的 在精神上 在其他方面对我的鼓励 我不说客气话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我之所以愿意这样奔忙 就是因为 也就是讲真相啊 我在澳洲来已经讲了三场 这三场是我第一次系统的讲演 谁是新中国 我的第一讲 讲的是专制改良与共和革命 我的第二讲 讲的是 内忧外坏与走向共和 我的第三讲 讲的是卫国战争和真假抗日 我的第四讲 讲的是共和惨败与专制伏辟 我今天 要在这样一个场合下 为失败者辩护 要为1949年的失败者辩护 虽然我的辩护 我与今天台湾的中国国民党 和其他任何党派没有任何关系 我今天要用历史的事实来证明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49年的胜利者 为自己胜利所揭脱的专制政权 撒下了弥天大话 这个谎言在我人生的四十余年当中 我也是一个被骗者 我也是在近十几年当中 才慢慢的参加了中国大陆民间的律师反思运动 才慢慢的了解了 那个失败者不是反动派 那个胜利者也不是进步派 我现在讲我要讲的 首先我想讲的是共和惨败 我在前几讲当中已经多次提到 在全世界特别是欧洲有专制历史的国家 爆发共和革命走向共和的艰难历程当中 共和国都曾遭遇过惨败 英国惨败多次被专制复辟28年 48年以后才在王冠下建立了 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新政体 法国经历了多次的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 1792年9月22日创建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曾经两次被推翻 两次被重建 然后在99年以后才终于推倒专制复辟 确认和确立了法国的共和制度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和的新国家 除此以外 葡萄牙 西班牙 德国 俄国和所有的有专制历史的国家 不包括美国 不包括加拿大 不包括澳大利亚 这些移民国家 因为这些国家没有专制历史 也没有专制的思想文化等等方面的需要抛弃或扬弃的东西 所有专制历史的国家在走向共和的过程当中 无不遭遇了专制复辟 无不在专制复辟的统治之下 身领了很长很久的岁月 1917年2月 俄国爆发民主革命 创建了俄罗斯的第一个共和国 这个共和国只存在了八个月 这个共和国用高尔基先生的话来说 他说一百多年来 俄国人民用自己无数条的生命和心绪 终于迎来了共和胜利的这一天 终于迎来了俄罗斯人民可以自由的歌唱的这一天 俄罗斯的共和国诞生了 他怀着一个诗人和作家的感性 歌颂这家共和国 歌颂这个共和国把一个平等的宪法 把一个平等的制度 终于从沙皇专制的梦魇里面 创制出来 诞生出来 可是仅仅八个月 这个俄罗斯共和国就被专制复辟 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 彻底退到全面溺亡 多少年 七十四年 一直到一九九一年的八月 当戈尔巴乔夫和英里勤 向基里邦市的将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和苏联的共产专制制度 推向垮台的那一天 不过是三天之内 三天之内 七十四年前的那个俄罗斯共和国的国旗 就重新飘扬在莫斯科的上空了 俄罗斯共和国的国号又回到了俄罗斯的大地上 尽管它已经被埋葬了整整七十四年 所以在共和革命的过程当中 在它的历程当中 确实存在着民主力量和专制势力的反复较量 如果说英国仅仅有150年左右的纯君主专制制度 如果说墨国到1861年才解放龙奴 真正的彻底推倒封建 如果说法国也只有200到300年左右的君主地制 那么公元前221年 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所建立的君主地制 到1912年元月1日被推翻 并且被中国人民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时候 那也是2100年了 武昌城投的一身枪响可以推翻一个王朝 可是武昌城投的一身枪响 是不可能把2100年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需要洋气抛弃的拉借彻底的清扫掉 这就是民主力量和专制势力必定要遭遇这一场反复的较量的根本原因 我在讲完了三讲之后 今天我为什么说要为一个失败者辩护呢 因为这个失败者就是我心中的打中华民国 曾宗商先生在1912年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和创建的这个国家 捍卫的这个国家 中国国民党他们是失败者 可是在失败之前 大家知道 他不仅在卫国战争当中 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面 曾经艰难的推行过宪政准备过宪政准备过宪政准备过战后的共和进程 而且他如他自己在1940年11月所宣布的那样 当战争胜利后一年 我们保证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开始推进宪政 1945年8月15号日本全面投降 投降之后 蒋先生做的第一件事情 蒋介石先生 就是三次亲自邀请延安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和谈 为此 蒋先生还亲自去找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 请他务必陪同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去和谈 为此 蒋先生还自己理就电报告 邀请斯大林告诉他 请你无论如何也要登促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和谈 中国需要宪政 中国需要统一 中国不能再有内战 于是乎大家都知道 一个双十会谈就产生了 于是大家都知道 一个双十西定就出炉了 双十西定有很多条 我讲其中的三条给大家听 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是蒋先生说 我们的中华民国应该是一个民主国家 应该是国民党共产党和所有的党派在政治上依律平等 第二条 我们的中华民国应该和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一样 让我们的人民享受所有的信仰 建设 建设 建议 研论 出版的全部自由 并且这个自由是为保障而有 而非为限制所有 第三 提出了著名的 政治民主化 党派平等化 考试 监察官员必须超越 党派化 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 包括 军队国家化 这就是双十会堂的最主要的三个内容 大家看一看 双十会堂的这些主要的内容是不是一个想要走向共和 准备要走向共和 和正在推进走向共和的条约 我想是 第二 大家都知道三个月之后召开了政协会议 政协会议一共有三十多个人参加 这三十多人是哪些人呢 国民党八个人 共产党七个人 给他九个人 他自己送了两个人给民盟 因为他要拉拢 这个他在背后控制的中国民主同盟 青年党五个人 估计也贤打九个人 这么一来 中国民主同盟也是九个人 这样加起来一共是三十六个人 这三十六个人组成了中国人民的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这可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真正的政治协商会议 首先 他的代表是各党派各民主选党都有 第二 他的这些代表 这些参加者们都是由本党选出来的 国民党有国民党选 共产党有共产党推 中国民主同盟有中国民主同盟自己决定 国社党有国社党决定 青年党有青年党决定 他不像今天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民的界政治协商会议 所有的民党不论你是国民党还是民盟还是九三学社 都是由中共中央和各纪省地市委的党的组织不决定的 这是完全不一样 由于来源不一样 所以政治协商会议开得非常的热闹 你跟我说互相指责所有的民间的报纸 官方的报纸通通直面报道 甚至于在报道这个会议的时候 共产党的新华日报 共产党在重庆的两百家刊物 天天都在那里骂国民党 国民党也天天在读着骂他的文章 这就是政协会议 那么他的成果是什么呢 他的成果是批准了三个月前算数会堂的基本内容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三条最主要的内容 这三条内容终于在政协会议上获得了合法的存在 这是中华民国政府在战争刚刚结束之后的一年 就如约的实行了栓式会议 实现了政治欣赏会议 那么政协会议以后就开始准备制限国民大会 制限宪法的国民代表大会 这个大会原定是在什么时候开 原定是在1946年的5月5号开 可是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条件 共产党说 这个大会我同意开 但这个大会必须先改组政府才能开 不共谈判 1946年8月14号蒋介石发表文告 说我们同意共产党的意见 我们愿意改组政府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开这一个制限国民大会 原定了1946年11月12号的开幕的制限国民大会 等到他准备真的要开的时候 共产党要提出了一个条件 说国民政府委员改组国民政府的时候 这个国民政府的委员必须是40名 40名里面共产党和拥护共产党的民族党派票数 必须超过15名 为什么有了15名就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否决权 国民党说好你要这样做一样让你满意 就这样 制限国民代表大会在1946年11月11日就要召开的时候 共产党又提出了条件 说我们不赞成一党包办的制限大会 于是制限国民大会说 我们没有包办 共产党的代表就是400人 但是为了让共产党能参加这个会 国民党又让步 等共产党400名代表 一直等了整整三天 我想 我想 党派之间的冲突 斗争 是常见的 国民党 也有国民党自己的包袱 和自己的想法 在1946年12月25日 三读通过 这个中华民国宪法 在胡适之的眼睛里是什么呢 它是一部民主的宪法 是一部比美国的宪法 还要民主的宪法 因为这个宪法吸收了参事会堂 中华政协会议的成果 提出了著名的四话 就是我刚才讲的 中华民国 我心中的大中华民国 它要的是政治民主化 军队国家化 党派平等合法化和 检查考试官员 必须超越党派化 这四话恐怕 比后来那个党籍的四话 要高明得多 所以中华民国宪法 成为世界上 最优秀的宪法之一 它和英国的大宪章 美国的独立宣言 美国的宪法 它和1919年诞生的 德国的宪法 魏玛宪法 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头本重要的 如果上帝对我们中国人客气一点 谅解一点 善意一点 如果我们的执政党 中国国民党 在1945年以后 真正的能够在 要推行宪政的过程当中 逐步的实现信任的话 也许中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可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这一切都在战火中推进的 一切都是在战火当中推进的 因为 所有的孙氏会堂政协会议 制宪国民代表大会 光回1948年 3月29号召开的 行宪国民代表大会 全部是在战火纷飞的环境里面去推进的 去执行的 它的结果是什么 是被毁灭在内战的战火之中 1949年4月21日 当解放军要过疆的时候 和国民党进行的最后一轮谈判 在这个谈判过程中 毛泽东提出了第一条要求 就是必须废除中华民国宪法 1948年3月29号的 至行宪国民代表大会 蒋介石当选总统 不是国民党推荐的 石油来参加了代表 2700多人里面 100人年署推荐他作为总统候选人的 六个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都是各有各的班子 就像台湾近几年竞选一模一样 这样一个完全可能走得通的 一个准备了三十余年的中国的民主宪政 一个在结束了军政、施行了训政 并且终于要接近宪政的历史关口上的民主进程 就是被内战的战火给吞射了 所以我以为 1945年领导中国人民为国战争胜利的中国国民党 大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 他们在45年和490的内战当中虽然是失败了 可是就是在内战之中 在逐渐的走向失败的凄惨情境里 他们还是在推进着民主的 1950年当蒋介石国民党 拜逃到台北之后 1950年就开始了宪自治 就开始了宪党的执行 那至于大中华民国在1946年 已经建成的宪政体制分不开 我再讲共和常败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都是大家最关心的 56年来争论不休的 国民党是怎么打败的 大中华民国的南京政权是怎么给打败的 1945年当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 全中国都欢呼缺谣 全中国都在迎接蒋先生黄都南京 没有人迎接毛主席进京 为什么短短的几年就打败了 败的如此的凄惨 犹如法莱西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一样 犹如俄罗斯共和国一样 犹如那个曾经 仅仅存在过十一年的一级共和国一样 我以我自己的理解来说明几条原因 我要说的第一条原因 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它的失败实际上来自于日本帝国 对大中华民国长期的疯狂的侵略战争 大家都知道1931年918日本侵略东山城 1937年7月7号楼沟桥事变爆发 中国面临着一场民族城王的魏国战争 我在上一讲里已经详细的讲了这场战争的经过 这场战争的领导者 这场战争的坚持者 这场战争的叛卖者 我今天不说了 但是我要说 这场战争我们虽然打赢了 可是大中华民国也打垮了 打坛了 我们首先看第一条 从军事上来看 陆军 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 战死的和失踪的321万1419人 这是通过花名册上进行统计出来的 也是被今天中国大陆的历史学者们 大多数人所承认的 海军的舰艇全部打过 十万灯海军全速打过 空军打死的人是 4321个空军军官 毁击2468家 国民党的将军 活活地战死在对日探长上 他们是206位 1929年到1933年 牺牲在1929到1933年的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 两万五千名国民党青年军官 我不得不说国民党青年军官 因为这是一个通常的说法 我插一句要解释一下 实际上应该说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 可是看战的时候 共产党的军队叫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 它也叫中华民国的国民革命军 为了区别这个 我们沿用民间的通俗说法 就是说国民党军队 两万五千名青年军官 有一万名战死的 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个月 你们看到这个牺牲有多大 一九四一年日本的陆军省发布一个秘密 给清华日军的总司令部 它有两句很有名的话 叫务必应成蒋政权不打目的绝不霸心 一九四二年日本又命令在中国的清华总司令部说 必须消灭蒋介石的中央低系即黄埔军 只要看看黄埔军队在抗战争当中的对日看战的精神和表现 我们就能感到蒋介石在他的军校里的教育是如何的特别 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一定要摧毁它 中央第七十个师 被活活的在八年抗战当中 被日军歼灭掉了三十五个师 也就是说在1945年看到胜利之后 我们中华民国的军队大多数已经是地方军队了 黄埔军队的迪西军队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少了 这是一个 第二 我们看一看 由于军事上的这种惨痛的损失 由于八年抗战的这种痛苦的牺牲和奉献 那么日本长达十四年的侵略 究竟给中华民国的经济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告诉大家一组简单的数字 这是我们大陆学者二十年来进行研究的结果 这个数字大致是 单单是1937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 是八亿七千万 可是它的战争费用是十一亿六千万 也就是说战争费用高过了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1945年 1945年中华民国的财政收入是二百一十六亿六千万 因为通货膨胀 所以草票就变得很多了 可是它的战费是多少 它的军事用费是两百八十六万 我讲错了二百八十六亿七千万 蒋介石在1943年说过一句话 我们的军费开支 不仅超过了财政收入 而且赤字 从百分之三十三升到百分之七十七 一个国家军费开支如此庞大 这国家就像死掉了一样 虽然在全面的八年抗战当中 大后方的经济发展增长力 大家知道是多少吗 百分之二十七 每年以平均百分之二十七的速度在向前增长着 可是毕竟只有四川、云南、贵州三个省 支撑了全中国的抗战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再举个具体的例子 巴里山松湖会战 第五双方投入一百二十万兵力 在上海整整打了三个月 你知道这场战争毁掉了上海多少家工厂吗 两千两百七十家 损失的钱是多少吗 八个亿 就这一场会战 可是大家都知道 中华民国魏国战争的大型会战是二十二次 大型战斗如平行关大战 如台尔端大战是一千一百一十七次 小战不说了 这一战就毁掉了上海 上海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重要 大家都明白 那么从农业上来看 农业上中国当时有根地 是十一亿十一亿四千六百万亩 毁掉多少亩 六亿亩 中国当时的农村有两千三百万头 根牛 毁掉多少根牛 是八百万头 1946年圆域七号 亲共的偏左的大公报 曾经发展了一条设论 这条设论说 我们战后的敌人是谁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 那就是破产的农村 破产的农民 这个敌人 将是中华民国在长达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 都是解决不了的 都是弥补不了的 可是这个敌人 却为 举着马力主义 共产主义 世界革命的旗号 在中国发动一场 现代化的传统行动民当中 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历史际遇 这是从经济上来看 那么从政治上来看 政治上1945年的大中华民国是什么样子 大家都知道 1928年12月31号 张学良将军在东北抑制 大中华民国走向和平与统一 初步的和平与统一 到了1937年全面看乱开始后 全国人民除了共产党以外 真的是很团结 军队也很团结 打得很艰难 可是打得也很光荣 但是看着胜利了 为国战争胜利了 大中华民国在长期的艰苦的反清战 在这个战争当中不但保存了自己 而且废除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 不仅废除了条约 还承担世界上联合国的三大宣言国之一 四大创始国之一 世界反发西斯五强之一 扫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羞耻和羞辱 可是四五年以后中华民国是什么样子 大家再看看这样一个状况 外国有人到了中国 发现 在重庆 挂的是森宗山天神的画像 飘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过去 可是还有一块地方 这块地方拥有一百二十万正规军 一百万农民的自己的自卫军队 同时还拥有一亿的人口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马克思列宁的画像 看到了苏联的镰刀斧头旗 听到的是英特拉兄儿一定要实现的国际歌 中华民国的看战成功了 胜利了 可是中华民国分裂了 它变成了实际上的两个政权 两个国家 一个是从文武、诸功、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脉相承下来 另外一个却是马恩·列斯·茅 直到今天的湖北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 它们认踪的是完全不同的意识 中华民国在1945年 看战取得胜利 为国取得胜利 国家发生了这样一个惨痛的分裂 甚至于这个分裂 你知道今天依然没有解决 第二 我刚才讲了经济的失败 经济失败的后果是什么? 经济失败的后果就是政治腐败 如果大家很关心中国现代史 也愿意看一看中国共产党编的中国现代史 大家有心的话可以发现 在三十年代 共产党在苏联的命令下进行武装暴动土地革命 建立苏外政权的时候 它从来没有骂过国民党是腐败的 它只说国民党是反动派 可是国民党后来还真腐败的 1944年左右开始 由于长期的战争 由于我刚才所讲的经济的状况 中场阶级在中国的大地上消失了 我们对战争所付出的人民的代价 经济的代价 使得这个国家发生了可怕的通货膨胀 虽然这个通货膨胀在二次大战的所有的贪战国里面 在被等打的和打人的国家里面 都是一样的发生了 可是中华民国确确实实也发生了 并且由于执政党 在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面 既要应付外患又要应付利用 特别是八年全面看上 把我们的经济搞得非常的凄惨 在这种情况下文官没有高度的克制力 是很难不贪污的 文官没有很高的克制力 是很难不贪污军饷的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 恕我说了一句话 到那个时候我才理解了 什么叫做贪难 什么叫做你的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因为十年当中 这便是中国共产党的中下级的官员和干部们 很多人做了走资派 很多人落烂 很多人被逼进了贫困的深渊里面 十年煎熬过后 重新当权的时候 那一种贪婪 那不是一个人的毛病 不是一个党的毛病 那是人类的毛病 中国国民党在1944年 四五年以后就开始腐败 虽然它的原因是偷货盘的 但是它的官员确实是开始腐败了 特别是四五年的胜利结束 一批共产党 一批国民党的官员 通常的战友者确实实是这样 这不是假的 可是大家要知道 它的腐败的原因是战争所引起的痛苦膨胀 如果说腐败能够导致一个政权和国家的灭亡的话 如果说腐败是一定要导致一个国家的政权变亡的话 那么我请问 1944年开始的腐败 到1949年的失败 仅仅是五六年的事件 国民党政权就垮了 就不说1945年全中国人民都把蒋介石先生抗成是如日中天的一个领袖 根本原因是他没有机会来修复战争的创伤 没有像其他的二战参加的国家一样 有时间有精力有条件 来修复家园 来恢复经济 四五年抗战胜利 四五年内战开始 腐败即使战争和通过膨胀的产物 腐败也一定是一个政权 大家走向失败和密王过程当中的伴随 谁说 失败的到来 谁说战败的可怕的后果 谁说这个政权越来越走向一种很可怕的一种 归宿 腐败当然是越来越厉害了 1945年的时候在重庆 45年的时候在重庆 通货膨胀日用品的价格 你知道涨了多少倍 1763倍 1949年 春天 当国民党政权真的要在大陆灭亡的时候 你知道 主要日用品的价格涨了多少吗 3763倍 可是我想问大家 共产党腐败了多少年了 就算是改革开放开始了 就算是八九年开始了 八九年前就在反腐败了 多少年了 为什么他就不倒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共产党的腐败是怎么产生的 是外患吗 是内忧吗 不是呀 既没有外来的战争造成通过膨胀 也没有内战的人民造反 来造成国家社会的动乱 他是制度性腐败 他跟国民党在四五年左右所发生的腐败 他的来源的性质完全不一样 这是其一 第二他之所以不败 那是因为1945年的时候 一个拥有一百二十万造反大军的 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 细节的万亿官善 他是被打败的 他是在经历了十四年长期的卫国战争之后 又接着爆发了内战 在军队的普遍厌战情绪当中 迎接了一个从山里面奔出来的 仰在身上八年仍卫士的中国农民造反大军 对他的独拳打天下的一场进攻 在这场进攻面前本来就被打贪了打软了 在通货膨胀的刺激下 又开始了腐败的国民党政权 真的就那么快的就垮了 这就是军事上的损失 特别是经济上的损失 所造成的政治上的困境 我就不说了 共产党在暗中 国民党在民主 国民党做了什么事 全国全世界都知道 共产党做了什么事 比如说他发动内障 别人就不知道 美国有人到延安去 共产党毛泽东给他看 只是自己想给他看的 不想给他看的根本看不到 凡是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都知道 共产党从来是只给你看可以看的 我要给你看的 我不给你看的你根本看不到 而且我要给你看的 很可能是我要做出来给你看的 国民党做事 国民党的天下是什么都有 共产党的报纸康乌一大堆 在1945年前后 中国共产党从后方到前方 又不知道有多少的报纸康乌电台 在那里宣传的共产主义 在地下基于做共产主义的大军 所以国民党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他之所以要推进民主宪政 因为理念所需 二位自己在战争中已经做了保证 三是为了中国国民党的根本的路线 就是军政宣政和宣政 四是他战和两难呢 刚刚打完外战又打内战 他的军队已经打了14年了 人都是人了 人都是血肉之气啊 你的太太你的母亲你的父亲 也不愿意他的儿子女儿们打了14年 还继续打下去 并且那不是外战是内战 可是共产党不一样 八年不看上 用中共北京大学党史学家 向清先生的话来说 八年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 积极发展 为未来的人民解放战争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不是我的话 是中共当时学教的话 这是第一个失败的原因 那就是日本帝国对大中华民国长达14年的疯狂侵略战争 虽然他失败了 我胜利了 我也大贪了 大垮了 满清的摄政王 多了鬼 在对大明的祥城 红尘中 说话的时候 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大清的江山不是得自于大明 是得自于闯贼 闯贼是谁啊 李自称 李自称 这个农民起义 直倒黄龙 讲大明的天下 打得千疮百口 所以那几十万满人的军队 才能够出关南下 去点万一官商 侵徒了我中华的中原 历史真的不是单一的原因 才构成了它的变化和发展的 它是很复杂的 我讲第二个最大的人 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侵略 什么侵略 对我们中华民族 和我们大中华民国的思想侵略 政治侵略 文化侵略 1912年大中华民国创建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 我在第二讲的时候 已经比较详细的讲了 是从1918、1919年之后 共产主义思想 就在晚清已经在传到中国之后 由于苏联的移植和输入 并且有苏联的列宁斯大林 在中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1920年8月在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 1921年是他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之后中国的共产革命就这样的折腾起来了 这个过程当中简单的说 在他的第一阶段 27年到37年 就是斯大林交给了三个任务 武装暴动土地革命 建立俄式的认踪苏联的苏维埃政权 并且在1931年的11月7号 已经创建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分裂中国制造了两个中国 这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虽然后来因为蒋先生的五次围剿而失败 但是他在漫长的抗日战争的八年里面 去隐性的方式在地下慢慢的积居 并且成功在中国有异议人口的战略区 我刚才已经说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马列到底在做什么呢 他为什么对我们中国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他为什么能够对中华民国 在革命与扶贫的反复较量 民主和专制的反复较量的过程当中 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呢 我讲三条 第一条是思想侵略 因为思想侵略里面的第一条 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的理论 就是他要反封建 因为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 马克思的故土德国还处在封建社会 德国还是一个分裂的许多小邦所组成的国家 犹如我们2200年前一样 犹如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一样 所以马克思要反封建 马克思在他那儿反封建也许没有做 但是马克思要把他的理论和主义输送到中国 有列宁输送进来 在中国反封建可就是大错的错了 我们中国人在2100多年前就已经反了封建 直了军县了 我们最近看了那个汉武大帝的片子 大家都知道 秦朝命短只有15年前制很长 军主专制2100多年 秦朝在废了封建值了军性 废除了推倒了贵族专制政治 实行了军主平民政治之后 到了汉代发生了变化 汉武大帝为了安抚功臣和同姓王们 又开始了部分的封建 部分的继承的形式 竟成93年 汉王朝才通过费义姓王封同姓王 再通过重建诸侯 扩大封侯的面积 再通过薛凡令 削掉中侯的权力 最后通过推恩令 把中和国一个一个的把它消解了 中央集权式的君主平民政治 才在中国确定下来 看一看汉武帝那个骗子 汉景帝面对七虎七国之乱 他是怎样暴动废封建 执军性的决心 终于由他的儿子 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 所以在我们中国 如果你说到了兴派的时候 还要反封建 并且以反封建作为民意 来否定我们中国 两千多年的君主平民政治的历史 那否定我们两千多年的 优秀的民族传统这些文化 这首先是对中华民族 一个极大的不构正 是极大的侮辱 大家想一想 共产党在当政之前就反封建 那就不说了他权力不大 共产党在1949年当政以后 烧四舅、立四星、反封建、烧书 他所做的这一切 一次一次的政治思想文化的清理运动 清扫运动、揭秘运动 我们有多少知识分子 因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 民族历史 这个感情 残死在共产党要反封建的屠刀之下 第二 这还不可怕 它可怕的是 九年之后 共产党当权之后 更可怕的是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 就是用到中国来 也就是共产党的毛泽东 在他们的著作思想理论和宣传里面 你在强调的是什么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 是一个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 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所创建的中华民国 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这个共和国里面掌权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由他们在全中国人民专政 他一方面讲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 一方面说我们的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 共和国资产阶级专政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 大家想想 这三个资产阶级的东西 在共产党在共产主义的思想里面 在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里面 它是什么东西 它是革命对象 苏联移植共产制度到中国 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 发动中国的共产革命 目的是什么 就是两个任务嘛 消灭中华民国 消灭创建和捍卫了大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 斯大林在那一次又一次的命令里面 在仅仅我们看得到的苏联解历许许多多的档案里面 我们看到唯一的目的就是颠覆中华民国 就是消灭中国国民党 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制度 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 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这种思想在新台革命之后 中国出现了混乱的时候 中国出现原始复辟地质 张勋复辟滨满心 百扬军发驾共和制民意以兴 专制知识的岁月里面 这种思想真的是有它可怕的基础 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一个桃花圆导 我们在追求民主和科学的时候 我们在欧峰眉宇之下 也惨遭欧峰眉宇交零的时候 我们觉得民主科学是多么的难的 共产主义多好啊 我们只要还生共产主义革命 我们的中国人就临想欧洲的无产阶级一样 为了大碗喝啤酒大快吃牛排而共同奋斗起来了 绝对的平等绝对的平权绝对的所谓的阶级斗争 这一切在中国找到了他的市场 这种思想先就知道今天为止 依然没有完全消除 我最近看了一套中国通识 中国北京师班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 北手于先生所主编的二十二本的中国通识 在这本通识里面 通片都是反风景 通片都把四九年前的那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讲成是资产阶级共和国 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 这种思想先就造成了四九年以后 我们所有的知识分子们在写书的时候 都要写上在马克思族裔的立场上 在列宁的教导下 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 甚至于出版了一本数学的和科学的论著 他也要说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指导下 才写出这样一本书 这种思想侵略 他实际上是在否定了我们的民族优秀历史 和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后 用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 资产阶级这样一个概念 实际的否定了中国人民 从一九一二年以前 以前就开始走向共和的艰难反复趋直的历史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侵略上 对我们中华民族造成的一种 困惑、灾难 沈东南先生在他讲演三民主义的时候 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要消灭另外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话 他要干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消灭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思想 进行文化 你们看马列是不是这么干的 第二政治历史 政治历史就是制造了我们的四个混乱 第一个混乱 跟你思想的混乱 自从共产主义到了中国 苏联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之后 他们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那么他的思想就是共产主义的思想 所谓共产主义的思想就是马列的思想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昨天一个大姐在参会后 曾经问我 马克思主义 你说它是邪教 恐怕不对吧 你说马克思主义是很反动的 倒退的 恐怕是不对吧 我知道这位大姐她是在认真的讨论询问 我今天不能讲这个专题 这个专题我在欧洲讲了四个 我只简单的说四个 我们都是读书人 只要读过初中物理都知道什么叫参照物 我们在看一个问题 看一个东西的时候 有个参照物就好比讲 车站向后面跑去了 孩子问他爸爸 车站向后跑了 爸爸告诉他 不是火车向前开 那我们在19世纪的欧洲 我们看一看 哪些是我们对马力主义进行辨识的参照物呢 四条 我只简单的讲四句话 第一 欧洲在19世纪在走向民主 这一点没有疑问 马克思在干什么呢 在号召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 1926年我们先贤梁启涛先生说过一句话 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专政 凡是专政都不是好东西 经济我们大家都有体会了 专政都不是好东西 那比如说 马克思主义是前进而倒退 当然是倒退 在经济上 欧洲正在走向私有制基础上的 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 保障私有制 马克思说 在我们的旗帜上 全民地写着消灭私有制 提倡社会主义公有制 我请问 在经济上 在19世纪的欧洲 是前进还是倒退 当然经济观点也是倒退 欧洲的19世纪在讲什么 在讲个性解放 讲人权 马克思讲什么 讲阶级性 讲等级 讲集体主义 背道而驰 是有些欧洲在讲什么 在讲文化的多元化 马克思主义讲什么 他讲的是文化的单元化 要独针马裂 费尽百家 当然到了共产党的手里 就是杀尽百家 我单单从这四点来看 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前进的 顺应的欧洲 15世纪的方向前进的 还是捋捏出19世纪欧洲的 基本方向倒退的 这么一个东西到中国 正当中国的国民革命 在民族要独立 民权要解放 民生要幸福 这样一个追求的状况下 一个艰难反复的历程当中 忽然来了一个共产主义思想 和1912年辛亥革命 大中华民国所代表的 民主共和的追求方向 完全逼向而驰 所以在中国国民革命的阵营里面 就发生了一个第二个混乱 这个思想的混乱 当然带来了国民革命的混乱 因为苏联命令共产党 全部加入中国国民革命 加入中国国民革命 在国民革命的队伍当中 甚至在国民党的队伍当中 造成了分裂和混乱 思想混乱 造成阵营的混乱 阵营的混乱 思想的混乱 必然造成中华民国民主建国 造成一层的混乱 我在第二讲里 已经很详细的讲了 由 斯大林列宁在中国 发动的这一场中国共产革命 是怎样的 和中国国民革命 发生的激励的历史冲突 这场共产革命 从思想到世界 都和中国国民革命要取得的 那样一种顺利进步的方向 完全背道而驰 这种混乱 它不仅在思想混乱 阵营混乱 而且它造成了 我们伟大卫国战争的混乱 我们的伟大卫国战争 是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捍卫我们的大中华民国 捍卫我们的中华民族 我们不能被日本帝国灭亡我们的民族和国家 可是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实践 却在1937年8月25号 中共的落川会议上决策了一条 日江火拼的路线 这个路线就是要学习列宁在1919年世界大战的时候 缩使本国政府处理败亡的这样一条策略 让蒋介石和日本同样灭亡 将来由我们独权打天下 卫国战争当中的混乱 卫国战争当中的摩擦 卫国战争当中所出现的种种的 那种令人心痛和心酸的现象 说白了就是共产革命要利用中国的一场民族战争的条件 来发动革命多取政权 这话不是我说的 这是毛泽东先生在1919战里面说的 第四个混乱 他打着革命的旗号啊 他打着更先进的革命的旗号啊 虽然他的结果一定是专政和专制 由于他打着革命的旗号 当革命叫两个字 还比较时髦一点 这个世界上被宣扬的时候 我们的人民 包括我们的几代知识分子 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这个错误就是 错把复笔当革命啊 一个倒退的思想 必然产生倒退的理论 一个倒退的理论 必然产生一个倒退的革命 一个倒退的革命 因为他打着革命的旗号 在革命的名义下 要推翻资产阶级的中华民国 要推翻这个共和国的资产阶级专政 从而获得了某种概念上的 所谓的革命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虽然今天我们对这个合理性和科学性 已经有了比较深切的认识 马列弗用他的政治侵略 就是这样制造了大中华民国的四个混乱 思想混乱、正宁混乱、畏国战争的混乱 和错把复笔、大革命混乱 他的文化前沿 你要知道变人先变心吗 这谁都知道了 他思想侵略的目的就要你变心了 他政治侵略的目的是要强化他的主义思想 也是要变你的心了 那么他具体的怎么做的呢 我不能太多的讲了 我只能讲两个东西 一个简单的讲一讲 一个稍微多讲一点点 他首先是 你们大家看 我们中华文化讲什么 我们中华的主流文化 大家都知道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今天回头看 也不尽的都是都好的 可是儒家文化有儒家文化的追求 儒家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 也不尽的都实现了 甚至很大一片额 很大的历史阶段 都没有实现 但是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一个追求 总的一句话 内圣外王 他一个追求 他追求这个东西 你看儒家文化在理思想上追求什么 他追求的是仁义吗 是王道乐土吗 共产文化追求的是什么 是暴力是新的共产主义吗 这不一样吗 儒家文化讲究的是致民制厂吗 保护私有制 就不说发展私有制吧 是保护私有财产 以穷的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吗 马克思搞的是什么 马克思搞的是消灭私有制吗 造成社会的动乱和不安吗 儒家文化讲的什么 是讲的是质量用忠啊 忠庸之道 是他的一个理想的行为方式吗 什么是忠 天下的正道 什么是忠 不定制立民 一个正道 一个正确的道理就是忠庸啊 可是马克思这样子讲的是 借助这个暴力跟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行为 我不想多几例子了 这样的例子太多 我正在写这本书 我们只要稍稍地把马列所提倡的东西 和我们民族文化律史里面的一些优秀成分 我们当然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了 我们跟我们的优秀成分 我们的追求比上一笔的话 你会发现差别非常大 我们中国人讲分行不分阶级的 我们讲社工商啊 马列讲什么 讲阶级啊 我们讲三十六行航航处状元啊 他讲什么 他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我们很多朋友到今天为止 就说毛泽东 毛泽东干坏了 就说列宁干坏了 就说马克思还是好 其实我告诉你 马克思本来就不好 一个好的思想 真的 不会在全世界都成功不起来 也不会被西方 全任他 所以从文化上来说 我们的民族文化和他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他在文化侵略上 就要用他的东西来消灭我们的文化 那么我具体说一个东西 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中国在1914年1915年到1919年五四前后 出现了一个文学革命 我用我的话来说叫文学要革命 胡适枝和几个留学生在美国闲谈的时候 叫文学革命其实一 这么一句话传到国内 他才觉得是的要文学要革命 文学要革命的内容是什么 文学要革命无非是反文以载道嘛 要把那种八股文他不高不高兴了 他要反对他了 他不愿意用文学的方式来载住一个所谓的思想 甚至统治思想 然后为这个统治思想服务做他的传生童嘛 所以这种文学要革命是正确的嘛 他伴随着新文化运动 伴随着白话文运动 伴随着新武汉之后的思想解放运动 他当然是正确的嘛 文学要革命 文学要走向社会与人生 文学要和人民的希望和理想相结合 文学要表现我们作家的内在的心灵 文学要表现现现实中的真实的社会生活 但是到了共产党那这变成什么呢 变成革命要文学了 1922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宣布代表大会上面发出一个号召 这个号召的题目就是 我们一定要在中国建设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 无产阶级文学从哪里来的 从苏联来的嘛 苏联从哪里来的 是从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那个 给文学下框框定调调的文章里来的嘛 制度里来的嘛 列宁从哪里来的 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来的嘛 是讲究所谓个性和共性的统一来的嘛 什么叫共性 共性就是阶级性 什么叫个性 是一个人的性格 要写一个人物 必须首先写他的共性就是阶级性 写一个公认 就要写他目光远大 有组织有纪律性 而且是最有富有革命的彻底精神 等你把这些东西都写完 那个工人是死的不是活的了 可这一套东西就通过马恩的所谓美学 到了苏联成了革命文学 然后又成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文学 这一套东西在1922年到1937年 在中国膨胀发酵 我们的左联 我们的左翼作家 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文化委员会所领导的上海这个左联 就是在这样一个状况下 为了武装保卫苏联 为了服从斯大林侵入中国东北的命令 为了要在中国发动一场共产革命 建立俄式的苏维埃共产党的制度 这个左联用文革命要文学的手段 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所谓的革命文学运动 文学要革命是反文一载道 革命要文学是要文学做无产阶级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点 文学必须为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服务 大家看一看中国的新文学史 看一看 这个从苏俄来的革命文学 这些阶级的文学在三十年代中国的文坛上是如何的嚣张 他们今天斗争民族主义文学 后天斗争自由主义文学 过了两天要批斗第三种人 他们把文坛上徐志摩和其他一些自由派作家所创作的作品 所高章的文学里面全部通通辟光 然后他们和制造一圈套 他们自己内部自己批判自己引起社会文学论争 以造成社会动乱 以右营失路的和失智的文学青年们 所以这种情况 这种思想侵略所导致的文化侵略 它给中华民国在思想文化上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马列的思想侵略 马列的政治侵略 马列的文化侵略 在1922年到1949年当中 中国占助的前辈和老大哥一代的人 你们都应该知道 他对中华民国在内战中的失败 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 他们在抗日战争当中 怎样地在地上宣传马列主义 在地下集结马列主义的造反队伍 起了多大的力量 他们在中国人民的旷古未有的八年 伟大的卫国战争当中 他们不惜那些可歌可泣的抗日的英雄们 他们写的是什么 他们写的是中华民国和这个社会的窗户疤疤疤 大中华民国在1945年到1949年的内战当中 之所以惨败 第一是日本帝国的疯狂侵略 第二就是马列的思想侵略 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 所造成的一个恶果 这个恶果不仅在四九年以后 盛宵成上猖狂无比 而且直到今天都没有解决 这是我要讲的共和惨戴的基本原因 当然还有很多原因 我们不能光是检讨别人 我们不能光是说日本帝国侵略了我 所以我就败了 我是因为我打仗打垮了我打败了 我们也不能光是说马克思主义侵略了我 我就打败了 这两个真的是我们致命的原因 可是这两个还不全面 它还有第三个 我们必须找自己的原因 我们自己的原因是什么 有些朋友不了解我 因为我老是帮四九年前的中国国民党说话 其实不是 我讲的是大的东西 大的发展 也大的道路和方向 国民党在自己的失败里面 它到底有哪些错误呢 我们一家里人 我举手我几个认识 我的第一个认识 以传统文化思想 对抗现代共产主义思潮 思想阵地先摆 五四运动 确确实实是使中国的新文化发生了一个变化 甚至于是走了一个歧途 不是全部是歧途 有歧途 但是 我们的青年一代 那个时代的青年一代 当我们还没有能力去辨识来自西方的思想和文化 究竟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时候 尤其当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比较弱 我们就认为西方一切都是好的时候 我们的青年人对于是已经侵入到中国的形形式式的思想思潮 是十分的膜拜的呀 是十分的相信的 我们那个时候很简单的认为 来自西方的一切都是科学 因为人家比我们好吗? 人家比我们强吗? 可是不见得呀 国民党政权在三十年代 一九二八年重建南京政府之后 他想到的故事法 孙中山先生的近代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思想 和这个集中的东西方优秀文化所产生的思想理论 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优秀的文化成分相结合 一方面批判和否定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当中的专制的文化成分 和不好的文化成分 而是全盘接过来 然后拿四书五经理的整套的思想理论文化和知识 来对抗这个来自西方 来自德国的马克思故乡的西方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这当然要打败战了 因为我们两千多年的思想武器不够用了 因为马克思的这一套东西是用近代科学进行化妆 进行总结出来的一套西方传统农义社会的思想武器 何况它的本质和中国传统农义社会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是和我们桃花元蒙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们的国民党政权在1928年到1937年这个关键的岁月里 它没有在思想理论上有所建设 它没有发展辛亥前后中国思想文化的那些成果 而是把旧的东西拿过来来抵挡 那个貌似是新的东西 即便是貌似的你也打不过它 因为三十年代的思想文化阵地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的一片一片的丧失掉的 缺乏对青年的正面引导思想阵地先般 第二 威权领袖不威 民主反遭利用 讲一些事自己也被骂为多久 大家都知道我已经在上一讲讲过了什么叫新权威主义 就是一个权威一个新上台的权威 要追求民主共和的前途才能叫新权威 如果一个新上台的人他要维护旧的专制体制 去变人是新的 新也是旧的做的也是旧的 蒋先生他训政 实际上是听从僧宗山先生的教导 他要做训政 军政训政训政 现在很多人不理解他所讲的训政 其实训政是什么 训政就两条 第一建立一个巩固的中央政权 能够持续的推动走向共和的发展 另外一个 开展现自治培养人民掌权 理解民权民主的意义的这种能力 让人民通过现自治到省自治 直到全国自治 看一看僧宗山先生的建国大干 你们就会非常的明白了 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本来以为训政肯定就是专政 训政不是专政 因为训政 我在上一讲讲过 他和共产党中心中的差别太大了 今天我就不多讲了 可是他真的训好了吗 他只对那些在苏联命运上 拿枪跟他造反的共产主义的敌人进行训政 他不得不去围剿他 他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 他不得过安泪让外 可是对那些在思想文化上 全盘巨授 西方的共产主义思想 一心一意的要推翻 新派之后创建了这个亚洲第一共和国的那些敌人 思想上的敌人 文化上的敌人 他第一去找批判的能力 第二他也没有去批判 大家都知道 左年里面一个著名的青年座 叫胡野平 写了一本书叫《到莫斯科去》 这本书写 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一个书记 他的太太和一个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通编了 后来这个青年死了 小说里面是说 他是被国民党发现他是一个共产党 然后把他枪毙了 然后这本小说 这本小说的作者胡野平 就在书里面喊出了这几样口号 我要到莫斯科去 我要全中国都变成我们心中的莫斯科 我们光杀掉北京国民党市党部的一个书记 还不能够解决我的恨和爱 也不能解决我们中国的问题 我们不要把今天地上的国民党统统杀过 小说里就这么写的 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这样的小说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 不但能够出版 而且能够成名 我有一篇文章叫 所谓昨年武力士 今天我不想说了 武力士不是死在 真正的所谓文学战线上 武力士是被共产党自己出卖 因为他参加共产党知己指挥的武装叛乱 而被处死的 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们 中国大陆的文学家们 我们国内的一些有志气有才华的学者们 他们今天才一点一点的多看了这个历史的事实和历史的真相 大家多看一点 国内的凡思诸咒 由于蒋介石在训政当中 第一 缺少一个先进的文化思想 来抗争共产主义的思想肉侵 文化肉侵 第二个 训政不利 他自己也被别人骂成是独裁无党 民主无量 其实 你要仔细探究这八个字 什么叫独裁无党 独裁无党 独裁无党不就是不敢独裁 民主无量 就是民主量还不够吗 楚安平先生说的那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我们今天骂国民党不是因为他没有自由 而是我们嫌自由别少了 我们要多一点 所以我们才骂他 等到有一天共产党真的成功了 恐怕是一丁点自由也没有了 是的 他骂够了国民党 他和罗隆基、张独军这些人天天骂国民党 骂到最后的结果迎来了共产党 最后他们真的一点的自由没有了 他自己被打死在红卫兵的老关之下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国民党的党争 内性外面 使党人和人民困惑 它的原因是什么 它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国民党呢 它不信任共产党 没有那么严厉的组织 它有点像西方的政党 我说是我就是是 我要参加我就参加 它有点全民党的味道 可是国民党 尽管如此 由于他要赢得百发的成功 由于他要平判 他要平息残余军发的残余 在1928年以后所掀起的13次判断 所以他采取这个什么办法呢 只要你承认我国民党 只要你愿意向我国民党投行 我国民党都不急救了 你都可以回来 你都可以敬我国民党 于是后参与军发 军发残余 大小军发都尽了中国国民党 给人画上一看 这中国国民党如此的复杂 其实中国国民党是有着自己的主义纲领和追求的目标的 它有宣明的理论基础 它有明确的奋斗方向 可是由于这个党在中国走向共和的兼党复杂反复的历程当中 为了能够解析军政走向宣政 为了能够解析军政走向宣政 他不得不以一种包扰的方法 让这一些叛变过无数次的国民党的地方和巨市里 实际上晚清的已老一少 甚至于是共产党改头换面的那些所谓革命家们 进入自己党内 造成自己这个党不断的发生内在的冲突 比如说1931年 国民党开第四次代表大会 结果呢 南京 上海 广州 同时开三个国民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你说你叫老不信怎么想嘛 人们会认为你这个党是一塌糊涂吗 你自己根本不团结吗 那我就不说 汪精卫之一 一辈子为了取代蒋介石而取代不了 所产生的种种的冲动 种种的叹变 直至于投降日本成了汉奸 我们就不说冯玉强击中人 营西商这些人 为了一死己的私利 居然能够撤兵造反 掀起一场中原大战 造成刚刚统一和平了的中华民国 面临着再次分立的危机 这还不算 中原大战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在座的大陆朋友 都读过毛泽东一篇著名的文章 叫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 中国的苏联要共产党在中国建立的政权 就是承着燕丰云他们的叛乱 承着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 必须评判的这个当口 迅速的在南中国的贫穷农村被发动起来 而这一批我刚才讲的军法的残余 残余军法的残余 这是陈独秀先生的话 在1945年到1949年的国共内战之中 他们是怎么表现的呢 这些军法本来就是招负是叛武 谁有钱就向谁靠 谁有前途他就往哪里走 等到45到49年国共内战打得 十分残酷和艰难的时候 当中华民国的国民共产军的主体部分 已经成了这些地方军事事业所掌控的部分的时候 他们纷纷就在早已和共产党牵线搭好了桥的历史基础上 起义的起义 叛变的叛变 中国大陆1992年出版了一本书 叫《国民党起义降业》 在这本书里面 详细地叙述了19个国民党叛将的叛变过程 也就是起义过程 你们知道在19个人民元 黄埔的有几个只有两个 一个是在黄埔军校创建时期 就被共产党派进黄埔军校的郭如淮 后来策动四川军阀叛变的 另外一个就是很有名的陈明元将军 其他十七个全部是原来军阀 部队当中的大小军阀 1992年中国当河南人民出版 是出版的 他的这样一种党争 这样一种不纯洁的队伍 这样一种表面上是非常荒洪大量 蒋先生是荒洪大量 实际上是给他自己的党的失败 给中华中国走向共和道路的遭遇颠覆 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最大的危机莫过于1949年的惨败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美国梦的破灭 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 最自由的国家 可是美国也有国家利益 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前 美国还在把用炼好的石油和炼好的钢铁 源源不断的运到日本 日本人就拿着这些油和钢 在侵略中国轰炸中国 因为二次大战 还没有因为珍珠港事变 而真正变成世界的大战 他事不关己高口挂起 这是奇异 第二 美国人他的文化方面和东方的文化之间 由于文字语言的不同 他不能完全了解 可是他又是个先进的国家 所以他就对落后的国家 不是那么放在心上 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所以他在跟中共的较量当中 在跟中共的总统的计划当中 你们看美国人占了多少便宜美元 他占不到 不是他没本事 是他不了解 他不了解 他不会想得通 胡锦涛在访问美国之前两个月 让他的将军发表一通 对美国的核威胁论 两个月以后 又拼命让美国精彩打药 以国事访问的台阶来接待他 标准来接待他 他想不通 因为中国的领袖 怎么可以这样做 由这样做他想不通 所以我们的蒋介石先生呢 很有意思 他是很崇敬了到美国的 他因为美国是自己二战当中的伙伴 是自己的知识者 他没有想到 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 将一班五十万日本军队 拖在中国著名的泥澜当中 让美国人的太平洋战争 让第二次世界大战得到多大的工作 他没有想到 他以为自己是民主世界联邦的一员 在不共对战当中 苏联支持共产党 美国一定会支持他 但是他真的没有想到 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案 将对中华民国的援助一刀切断 对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统一中国的战争 我们不支持杜鲁门总统的讲演中 明确地指出了他们的政治 可是就在1947年初 苏联将在东北缴获得日本的所有的武器弹药 和美国曾经在二战当中援助给苏联的三分之一的军事物质 全部给了东北的共产党 美国梦的幻灭 第五 任何一个国家 不论大不论小 都不能说我弱 我就听人宰歌 不可以 任何一个小国 都有自己小国的尊严 在世界纷纷绕绕的国际环境里面 你必须守真劫守住自己 坚持自己的立场 我不能因为我是弱国 我只好将就 任贼别人来怎么对付我 1945年 我们是战胜国呀 我们是四强级五强级三大宣言 我质疑呀 可是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偷偷地跑到苏联的雅尔塔 签了一个雅尔塔条约 什么是雅尔塔条约 就是第二个巴黎河会呀 雅尔塔条约要求 必须保持外蒙古的都立地位 雅尔塔条约 必须保持苏联在东北 就是萨俄时代 在中国的所有利益 必须保持苏联在旅大驻军 必须将大连变成自由港 必须在苏联的控制之下 一个战胜国同是战胜国 凭什么我战胜的你战胜的他战胜的 我却要屈辱的将 日本曾经在中国所占有的权益 剥夺的利益 转让给另外一个战胜国 这不和巴黎河会一样吗 蒋先生在四个月之后得到了这份文件的文本 他的日记尼写了一句话 他说 我没有想到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 令我民族永迹不复的雅尔塔条约 可是他不去争斗 却是派宋子文讲经过 两次去苏联 和斯大林一起去亲历什么中苏同龙条约 他没有向罗斯福和丘吉尔首相抗议 他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坚守住中华民国的主权 不可侵犯 我们是圣地国 我们的一百年代压在我们民族头上的过平等条约 因为我们对世界反发式战争的贡献 早已经全部废除了 干当弱国外交造来的是什么 造来的是痛苦的耻辱和奇妙的失败 原因太多了 我今天就讲这五条 我希望朋友们将来我们一起来共同研讨国民党 讲解是中华民国政府自己的措施 我讲第二个问题 专制复辩 在第二个问题里面我要讲的第一点 就是中国共产党用内战的战火 掩埋了中国的民主宪政 1945年到1949年我刚才讲了 中国国民党阶级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 在战火中推进宪政 可是这个宪政被内战的掌战火 封烧成灰尖 谁封烧成 共产党 毛泽东 硬要去重庆谈判 临上飞机前 他命令他的军队还要再抢占200座城市 毛泽东从重庆谈判回来 下飞机回到延安窑洞的第一个命令 就是继续扩大我军的战果 让20万军队 多取中原 政协会议 共产党参加了 可是他为什么要参加 因为他是在东北的内战打得不顺的 所以他才要参加政协会议 毛泽东在1946年1926号 对东北区的指示信中这样说 他说 今年是我们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时期 我们必须有效的有力的 抓住所有活潭的时机 来发展我们的根据地 来巩固我们的军队 以造成东北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 可是就是在1946年的元月底 到三月之间 他一方面发动学生运动 后面我会说 他一方面在做什么 就着马歇尔调停的机会 在三月到四月的两个月时间里面 打四平 献长春 进攻哈尔滨 战畏七级哈尔 把东北的主要的干线上的主要城市 一举弓上在自己手中 中华民国的制宪国民党会 我刚才讲过了 他学的是谁 他学的是列宁在1917年的10月 到1918年的10月这一年当中 怎样步步紧别绞杀了全国立宪会议的方式 绞杀了俄国的民主宪政的艰难推行的历程 然后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中国国民党在45到49年推进民主宪政的过程当中 一步一步地将这个宪政毁灭的他的抵抗 他的战祸的纷飞的消炎之中 中国共产党当然他不能够赞成中华民国走民主宪政的道路 他当然不能够赞成这一步中华民国宪法 可是中华民国宪法大家都以为是国民党制定的大错特错 他是1933年开始讨论 1935年5月5号有了一个宪草 就是宪法草案 经过了十几年的研究讨论和提议件 在46年的12月25号之前国民大会上三读通过 你们知道他他的主持人是什么 是反对国民党的国社党的领袖张军 他经常不让国民党人参加中华民国宪法的讨论和制定 你们知道共产党派了谁参加研究讨论 决定中华民国宪法呢 周文莱、董彼武、秦邦县、陆定义 四个人参加了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的最后过程 可是毛泽东一定要废弃他 有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存在 共产党还能复辟专制吗 他当然不会要他 在他的眼睛里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 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代名词 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艰难历程当中 坚定的维护了一个原则 那就是夺权大天下 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中国 所以他是中国民主宪政的敌人、破坏者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打赢了这场内战呢 我简单地说几点 第一条 苏联把东北悄悄地送给了中国 大家都知道吴三位也清兵入关 可是在45年到49年的这场国内战争当中 国公内战当中 苏联在干什么 苏联在把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引出关 引出山海关进入东北 我们就看这几个历史的事实 1945年8月29号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他的两支部队 在辽东半岛的庄河县登陆 登陆之后 他开始向锦州进军 帮助苏联军队 一路上打败了不愿意向他们投降的日军和伟军 见到了苏军的一个少将 这位少将告诉他们 按照国际条约 你们是不能进入东北的 但是如果你们改个番号 不叫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 我们是可以放您进入东北的 1945年9月3号到4号 共产党的另外两支部队里运昌部 曾克林部 终于在锦州到大连的一线上 站住了脚跟 找到了苏军的马林洛夫斯基元帅 马林洛夫斯基元帅 在派他的一个得力的上校乌兹别克 告诉他们 按照国际条约 苏联是不能够让你们进入东北的 可是你们应该换个名义 取一个名字 让我们好处理你们的家务事 9月3号、9月4号、9月5号、9月6号 曾克林、李运昌的两支部队 就是这样的不但到了锦州 还是到了沈阳和长城 进入东北 9月15号 乌兹别克上校和曾克林、李运昌 同机飞到延安 刘少奇在机场接他们 刘少奇接到他们之后 立刻进行谈判 这位苏军元帅马林洛夫斯基的代表 乌兹别克上校告诉刘少奇 第一句话 我要明确的告诉你 为了苏联外交的声誉 我们是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东北的 但是第二句话他说 还是希望你们改个名义 用别的方法进入东北 我们可以装作看不见 9月15号的晚上 让刘少奇组织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 并且在没有向毛泽东报告的情况下 他决心抓住这千秋一时的机遇 派林峰等人摔营一千干部 马上让他的几位领导和乌兹别克上校同机飞回东北 然后秘密 鲁兰和苏白的中共军队 千装剪除 不要武器脱掉军方 激情军进入东北 命令任何叉哈尔寄冬的中共八路军等 十三万军队抢进东北 东北被共产党所占的 按国际条约 他是不能占的 苏联把他放进去了 他有了一块打了一张最优越的根据地 这是他赢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中共很厉害的一张 想说利用美国又反对美国 他利用美国不了解中国的情况 逼着奖基师进行停战 讨论停战 一次一次的发下停战令 可是马歇尔的三人军事小组 发下一次停战令 共军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大大的进攻一次 在哈尔滨 六月十四号发下停战令之后 共产党尼克想三棵树和哈尔滨的三个方向 进行全面进攻 占领了他平常根本得不到的地方 而国民党军队用我们的话来说就很傻 停战令一下来就不打了 就这样反反复复复几次 东北 大到小到 整个的东北的干线 也几乎被共产党所占捕了 可是共产党当他发现 美国是真要调停的时候 美国政府那些烂漫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同情人们 虽然支持他 但也不希望中国再继续内乱内战下去的时候 特别是马歇尔的调停 马歇尔本人发现 这场内战真的不是国民党要打的 是共产党要打的是吧 他开始限制共产党 可是共产党在东北阴谋戒杀了军条处的两位少校 郭子齐雷分枪两位少校 从此拉战也来 1946年的7月24号 中共朝制服部 在天津以本的湘河县的安平镇 公开召开了反美运动大会 一条横幅起来 两大棵树中间 反美运动大会 扯起了反美的旗号 5天之后7月29号 在安平镇 袭击美军海军陆战队 打伤30人 打死3人 这个年的10月24号晚上 北京大学的职业学生沈从 将几个美军诱骗到一个地方 然后埋伏好的中共地上党业 与勇而上捉截 一场以沈从被美军揭污的一个反美运动 在全中国的大地上喧嚣开了 爆发开来了 民族主义啊真的 有些朋友说的对 我们不能没有一个健康的民族主义 可是我们也不能有一个被人利用的民族主义 苏军侵入东北 糟蹋了过多少东北的美丽姑娘连金妇女 共产党到今天说过一次吗 公布过一个吗 没有 可是沈从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当他遭遇红卫兵批斗的时候 红卫兵问他 你到底有没有和美军干了有事 他说没有 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我必须完成 有人正在采访他 他还处在 到底在死前说还是不说的 这样一个思想感情的愧疑当中 中共利用了美国 反对美国 那是因为斯大林 在四五年反清洁战争之后 改变了对美国的立场的态度 开始了美苏认战 毛泽东著名的一篇记者谈话 跟路易斯特朗的谈话 公开的宣称 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都是纸老虎 尽管现在他又把这个纸老虎 直到他家里去了 总共利用美国 又反对美国 无非就是一条 你的调停 适宜于我打内战的时候 对我有利的时候 我就利用你 你的调停 你不利于我打内战的时候 我就坚决反对 这个反美运动 从1946年 一直反倒 尼克松打开中国的大门 把毛泽东再一次需要他的时候 美国人争天争争 第三 共产党的党内战的过程当中 有两条战线 这不是我的话 第一条战线 是 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打仗 这是第一条战线 什么是第二条战线呢 那就是毛泽东一方面在毛管区发动内战 一方面在蒋管区煽动血潮反内战 一条46年元月当政协会议刚刚开完 中共在东北的战区吃紧的时候 就是还没有打下长春之前 国民党军队已经脱下长春那个状况下 他发动了第一次学潮 叫一二一学潮 一二一一二十一号 昆明学潮 这个学潮干什么 就是用学潮的棒式来突出国民党 制造国民党统治区的混乱 以配合他的内战战场 我们中共党史学家 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 说了这么一句话 对一二一昆明的中共学生运动评价说 只是我们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支持人民解放战争的 第一堆虐火和第一个信号 1946年底到1947年 中共发动了第二波学生运动 叫做反美反奖运动 就是我刚才讲的反美运动 还有加上的反奖运动 在这个运动里面 沈宗事件是他的发断 在这个世界里面 中共利用所谓的民族主义 在全中国发动反美 反对美国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 他造成了整个清天学界 清天知识分子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国人 以为真的是国民党在打内战 要打内战 拖住国民党在国同区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 以施以共产党的进攻 你们知道 这场运动被蒋记 被毛泽东先生和周恩来先生是怎么评价的呢 1947年的5月23号 周恩来在发给前线的一份指示令中 指示令中这样说的 他说 现在我们一切的努力就是要开去蒋管区的第二条战线 第二个战场 狠狠的拖住国民党 七天之后 1947年6月30号 毛泽东 在他的一篇书面讲话当中 在第四卷里面 你们大家看一下 毛写第四卷 他说 现在我们的中国已经有了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 就是蒋介石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的这条战线 我们在节节胜利 第二条战线 就是我们的正义的学生 在国土区里掀起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的战线 毛泽东选记核定北第一千一百二十页 有这样一个注释 这个注释说 自蒋介石进攻解放区之后 我党在国土区所领导的学生运动 积极发展 终于形成了今天的第二条战线的一个伟大状况 这条战线成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肤之话 他有力的支持了我们的解放战争 和我们解放战争的各个大型的战场 请大家查毛泽东选记的一千一百二十年的注释 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学毛学人 你学了第三卷你就知道共产党不靠人 毛泽东是怎么不靠人 你学了第四卷你就知道 整个第四卷里面都是毛泽东指挥命令怎么打内战 毛泽东在第四卷里面一次又一次的说 我们必须以三倍四倍五倍六倍的兵力 消灭国民党军队 他1946年3月的时候我们还要消灭二十五个女 过了一年以后说我们再消灭到五十个女 你们查一查第三卷 毛泽东选记的抗日卷 毛泽东没有说过一个字要怎么消灭之后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 你看着毛泽东选记第三卷第四卷 你就知道共产党到底抗议不抗议 你就知道毛泽东是怎样在第四卷里面 是如何的命令他的军队 命令他的地下的策划学生运动呢 他的第三卷的学生运动是十七年五一之后到十八十九年 反内战 他在党内战他要反内战 反饥饿 反派汗 我这里告诉大家 北京大学的教授 在八九年的时候 上了街 我曾经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会上街呢 他说我羞愧囊当 他说我是四七年考去百大的 白天 一天三餐 午餐和晚餐 都是三餐一汤白面馒头吃的饱饱的 吃饱了就跟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 我今天如果不站出来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我觉得我羞愧难当 原谅我不说他的名字 总有一天会恐怖 所以我们的中共党史学家们总结了这么几票 他说 我党在蒋广西所领导于发动的学生运动 有力的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战 并且在组织政治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这个作用不仅为我们迎接全中国的解放 带来了优先的条件 而且为四九年后我们中国的优秀的 年轻的共产党干部培养了有生力量 大家看一看 共产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北京大学教授孝青教授的著作 共产党在毛管区发动内战 在蒋管区反内战 这跟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俄国与德国的前线反战 在国内发动内战 如出一尺 第四 毛泽东能打赢内战 海德利与他 曾经被两次涌进国民党 和在1937年之后 成为中华民国政治的军事的一个部分 大家都知道 孙宗章晚年反复批记无所处 所有的东西方的强都不支持他 他并且乱投意 在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派人 是一次找他之后 要他把国民党改成共产党被他拒绝之后 并且是在1923年年底 由鲍鲁庭当今带来了200万墨西哥员 和一些枪炮子弹之后 他决定联无容共 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让共产党参加中国国民的阵营 我在第二讲里已经讲过了 可是这造成了什么 这造成了不共两党 虽然主义理论历史追求的方向完全不能一致 可是在一个党里面出了两个党 两个奋斗的追求 共产党在国民党里面做大 以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修气难分 虚虚多多的共产党员 年轻了 幼稚的追求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 在共产党刚刚建立不久 就进入了国民党 并且当年了虚虚多多的重要职务 全面看上了爆发之后 共产党又为了投诚国民党 立下四项保证 两次向蒋先生保证 不再搞阶级斗争 不搞共产党革命 不斗地主不分田地 呼应三民主义 结果一大批共产党又进了国民党 国防三厅的那个文艺队伍 国民党的文艺队伍全是共产党 听长是葛墨座 葛墨座是怎么样当上这个厅长的 是因为在延安毛泽东主持的 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上 决定葛墨座继承鲁迅 作为无产军队文化的骑手 这是由中共中央决定的 如此的渗透带来一个什么结果 周恩兰非常开心的说 蒋介石调动军队的命令 还没有下达到他要调动的军长 我们的毛主席就已经知道了 中国共产党党员 国民党 南京国民政府 国防部作战处处长 专管调动部队的就是刘斐 刘斐这个人专管军队调动 国民党军队没调动 他已经通知了共产党了 胡宗兰在西北有五十万大军 他的秘书叫熊向辉 看过熊向辉的回忆录吗 他就是共产党安插在胡宗兰身边的 当胡宗兰进攻延安的时候 胡宗兰自己还没有下达命令 所以毛泽东都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延安 怎样进攻延安 从哪一条路去进攻延安 共产党赢了 熊向辉门就把他们的卓越的贡献 公之于众了 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这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真的是 把国民党蒋介石在四五到四九年的内战当中 弄得哭笑不得 还有 就是中共在打内战 需要枪炮子弹 需要支援的时候 他能干什么 他1947年初在哈尔滨和苏联签订 哈尔滨席 1948年初 他们又派人到莫斯科签订 莫斯科席 把东北的矿商资源工厂设备 包括我们的领空和领土 包括我们的农业上的收获 大豆和高粱 都通通的这些权益的资源 让给了苏联人 甚至于他可以告诉苏联人 同意苏联人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占据我中华民国的领空 可以占中国东北的东部 就是沿边地区 化为苏联所托布安 它出卖国家的主权 充满东北的资源 充满我们人民的权力和感情 就是为了大内战 这两次协定 苏联军队给了武器 给了飞机 给了大炮 给了庄家车 坦克车 解放军 而且他还能够招兵买马 八千日本兵 八千日本军队当中 投降的技术兵 一身工程师 机械师 来帮助他 打这一场 读取中国人民江山的内战 查一查去 哈尔滨协定 莫斯科协定 中共打赢内战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但是有一点 我们必须要进行澄清的 谁发动了内战 究竟是谁发动了内战 因为这跟内战的输赢成败 有绝大关系 我告诉大家 大陆的历史学家们 历史学者们 作家们记者们 二十年来 在他们沉痛的反思当中 已经发现了这个天大的秘密 早就发现了 1945年 8月9号 当严干在意外之中 发现 听到国际的电台播出 日本就要全面投降 并且就是在第二天要投降 15号是全面投降 毛泽东在1945年8月10号晚上10点钟到11号下午2点钟 这16个小时之内 连续发了七道命令 命令他残在深山仍卫士的20万军队 像猛虎一样的冲出大山 不向平原 干什么 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将不向他投降的三万日军 全部歼灭了 打了一场八年来 从没有打过的千币日寇的运动战 将河北水清几个县的 已经投降的日委军 向国民政府投降的日委军 全部歼灭 并且歼灭了来受将的国民党军队 抗日英雄马战山 从热河向河北进军 准备接受日军投降 共产党拦腰前段 将马战山的三千军队全部歼灭 打死大国 他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他以争夺中华民国的 对日寿将军 打开了他的这一场内战 他扑向平原 破坏平汉提录17次 破坏金浦提录18次 破坏交际提录10次 他袭击了 炸毁了140座车站 扒掉了5万7千截铁轨 他在河北 决吉决紫牙河 决永定河 他在山东和河南决黄河 为什么 他就是要阻止中华民国的军队 国民革命军摆上受降了 他要争夺这个受降权 他要利用争夺受降权来开动一场真正的内战 所以中国在1945年到1949年内战 实际上是在8月10号夜10点钟就开打了 可是中国共产党不具有被日受降的权利啊 中华民国是中国当时的唯一的合法政府 是世界反发性战争 所托付的中国战区的受降者 中国共产党没有在八年抗战当中真正的抵抗日寇 上一讲理我详细的讲了共产党如何不抵抗 夹抗日以至于通敌卖国的历史事实 可是共产党毛泽东需要利用这个争夺受降权 发动了美战 他在短短的8月15号到8月26号不做两个星期的时间 他冲下平民的20万军队 就截夺了将近150座县城 我问问大家 共产党在他的所谓的宝贝的游击战的理论之下 到敌人后方去 占据了那么多日军战不到的后方领土 建立了他的政权 我问大家他有没有包围过一个日军的城市 解放过日军占领我们的大中小行程 但是 没有 他是包而不大 所以毛泽东才会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 就是要让日本多占地 因为日本多占地他才能多占地 毛泽东说 共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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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反动了中国的内战 可是在1949年的所有教科书里面 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 是国民党反动派要打内战 蒋介石现在国民党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 想不想一举揭灭这个叛律 当然想 他不敢 因为他是执政党 因为他还想和平的民主宪政 因为他还想修复战后的家园和国家 共产党不是 共产党要打天下 他用八年看战所制造的民族战争的艰苦条件 仰在身上人为师 练运动战 给日本人打游击战有而不及 练运动战是为了打蒋介石 在上一讲一讲里面 我已经讲过了 毛泽东自己在第三卷里面说的 开始战争之前 我们和蒋介石的战争就是运动战 将来我们要打倒蒋介石 还是要运动战 但是现在打日本我们只能用游击战 请大家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他真的有运动战 对蒋介石国民党 蒋介石发动了这场内战 是的 这场内战他打赢了 他还有太多的打赢的原因 我不能依稀说了 请大家多看一些中国大陆学者们的反思著作 没有他们 我是写不出谁是新中国 我今天也讲不出这么多令人伤感的故事 总共产党破坏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 发动内战打天下 用尽手段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 我必须还要说一说 那就是人民战争 人海战术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我们大陆有一位军队的作家 他写了一本书叫《血红血败》 大家都知道的 他强细的真实的记录了 解放军围困长春的时候 怎样饿死长春人民十五万 他把从长春城里面逃出来的 同胞百姓 国民党军队放出来的百姓 用他的机关枪把他的从能里面逃回去 让他们活活地握死在长春城里 震动国将军是被迫投降 不是起义背叛 这就是他的人海战术 这就是毛泽东在第四卷里面 一再一再地说 我们要用三倍的 四倍的 五倍的 六倍的力量 击中优势病例 各个击破敌人 这个敌人是国民党 不是日本 大家都知道 孟良故战于国民党的王牌十七十四十 是怎么被打垮的呢 我不是其他的原因啦 我只告诉你解放军是怎么重重的 如果这个故事是台湾国民党说的 我不信 如果这个故事是海外的华语学者写的 我不信 我信的是什么 是山东军区 就是季南军区的一个老解放军 军官 我在八十年代末访问季南的时候 他跟我说了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 在孟良故的山坡上 当解放军冲锋的时候 国民党军队第一次遇到的是一群老头老太太 激光枪抠住扳机 扫出子弹以后 国民党的军队杀然一指 他不能打了 他不能拿激光枪去 扫这些手无寸的老太太 老先生们 可是他不知道 这些老头老太太都是地主妇龙反革命嘛 共产党让他们做第一次冲锋 第二次冲锋上来了 激光枪刚刚抠住扳机 是一群孩子 敌妇子女 国民党只好又把枪放下去了 解放军又冲上了一阵 第三次冲锋 是一片白被淡 正要开打的时候 白被淡没有了 全是赤裸裸的青年妇女 地主妇龙的女儿和媳妇 国民党的军队把枪子扔了 不打了 怎么打呀 这个战争的经验 告诉大家 也是跟聂宁学来的 聂宁在他1920年到1921年的 所谓插语精的战斗当中 就是用这种方法 把地主妇龙及其渣鼠送上全线 所以作为替死鬼的 这个方法 在彭大将军抗美援朝的时候 曾经告诉金日成 可以用这种方式对付美军 那个坏透了的金日成 还真的没这样做 不说了 说起来我也挺难过挺生气 我是想想最后一个问题 什么叫专制复辟 共产党的政权 是不是一个专制复辟的政权 什么是复辟 必是皇位 复辟就是恢复皇位 明朝土木宝之变之后 明殷宗回到明朝 重新做王帝 就要复辟 这是复辟的本意 英国革命的时候 斯多亚党王朝复辟28年 王朝复辟 法国革命的时候 国防王朝复辟18年 这也叫农朝复辟 那除了皇帝复辟 王朝复辟以外 那在近现代 走向共和的竞争当中 还有一种复辟 那就是专制制度的复辟 这种专制制度的复辟 有可能是公然的复辟 比如 袁世凯复辟地址 张宣复被满城 有的是打出 必要的旗号 进行复辟 比如北洋军发 将共和之民意 以行专制之实 这是深中山的元号 在近现代 还出现了一个 以革命的名义 进行复辟的 这样一个对于 专制制度的复辟 这个复辟 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 重建专制制度 实行专制统治 这就叫专制复辟 这个专制复辟 我在上一讲当中已经讲到了 从英国革命时候的决堤派农民 到法国革命时候的万代农民叛乱向共和国进军 到187年年巴黎公社进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直到1917年列宁失业被判的成功 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去进攻共和国 拿着共产主义的武器去招揽人心 我们明白了这个基本概念以后 我们来看一看共产党打赢了 国民党打败了 大中华民国的大陆地区淋陷了 江先生逃到台湾去了 如果共产党毛泽东打赢了这一场内战 夺取了中国大陆的辅富 非常辽阔的江山土地 他能好好的去建设这个土地 能好好的带我们的人民 那一切的旧账就让他过去 历史总是要付出代价 可是没有 他在北京建了一个政权 这个政权我叫他是中共洋教专制 就是扑皮真权 为什么 我讲洋教这个在海外 有些朋友听得不是很舒服 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白 所谓洋教就是指马教 就是马列主义 因为基督教 天主教 他们没有打到中国去建立和政权统治我们 你不信他他就杀你啊 所以这样的洋教 我们中国人民是欢迎的嘛 可马列这个洋教 在他的思想理论的指导下 在他的所谓古初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煽动下 在苏联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发动了中国共产革命 并且赢得了1940年的内战之后 他所建立的这个政权 是马克思向下的中国政权 1949年后的中国是马克思向下的中国 直到现在北京大学学生加入共产党 还是在马克思向下宣誓 毛泽东多少年来说了一句话 死了要向马克思报道 他不向秦皇看过身上报道 我们大陆的所谓共产党老干部 谁都会说一句话 哎呀看来我身体不行了 要向马克思去报道 这是马列子孙的不是中华儿女啊 这个洋教政权的根本特色 是毛泽东的两句话 直到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马教以他的所谓主义 成为49年以后 中国大陆人民的绝对专制的统治思想 都曾马列杀尽百家 中国数千年历史从来没有过 这个马教不论是信他的 不信他的内心反抗的外在反抗的 死在他马教屠刀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 该是几千几万 哪怕是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 哪一个又不被红旗所打倒 马列子在中国数千年没有教政和议的专制历史上 在中国的49年以后 在中国的百年镜建立了这样一个马教专制政权 实行教政和议进行思想的强化与统治 但是我们中国从49年以来50多年了 哪一个社会科学家 哪一个教授学生 讲课写术写文章 都要受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我们的古代 我们的古代的文人 我们的古代的专家们 不论写什么著作都没有说在什么主义 在儒家的思想指导下 在道家的思想指导下 在阴阳五行的思想的指导下有吗 没有 有一些朋友知道今天对马克思主义 还有了做那么一股恋情 不怪他在这个环境下长大了吗 看惯了那个雪红的五星红旗 看到了青天白人满地红 你会两腿发抖吗 我们是长在红旗下泡在骨髓里 可是你长在红旗下呀 长在红旗下 这个环境就会逼迫跟你 把这个长在红旗下 变成你的习惯 我们要冲破这个习惯的智慧 我们要想到 共产党开发的大中华民国 才是森东山先生在1912年 所创建的亚洲第一共和 犹如俄罗斯共和国 1917年第一共和 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 法兰西第一共和 由于1919年2月 登一支共和国的登一支第一共和 那才是共和国 不论他多么不完善 多么不完备 不论他遭遇怎样的灾难 和凄惨的命令 他是真的要走向共和的 而共和不是一天就走得了的 中共在北京建立的这个政权 说到底就是一个实行教政合一的 扬教政权 而且也是邪教政权 因为马列思想和文化 是西方的垃圾思想和文化的 有朋友说 马克思当时也是问穷人说话的 马克思也是希望这个社会变成大同 希望人类都走上共产主义 过过能够大王喝啤酒 大快吃牛排呀 他心不坏呀 我没有说他心坏呀 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个大同理想 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马克思提出的一整套是些 他的所谓大同理想的方法和道路 绝对是倒退的 是反动的 这才是真理所在 中共北京洋教政权 当然是一个专制政权 他不仅控制了全方位的中国 而且他把人的思想死死地 控在马列的教条之内 这个专制政权 他现代化又是一个现代的极权统治 五十六年了 八千万中国人 无辜地惨死在 马列阳教政权的头头时期 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 从共产党禁锢我们屠杀我们 到自己禁锢自己 屠杀我们自己 我们忘掉自己的民族 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 我们忘掉了近代世界的走向共和的 近存当中 所产生的那些真正的文明好思想好文化 我们跟着共产党说 我们的历史就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历史 这个话是不同的 封建专制和君主专制不是一个概念 我们跟着共产党说 西方的文化是资产阶级文化是精神污染 就是这样一个洋教政权 在这五十六年的过程当中 发动了十七次之多的大型政治运动 从1949年3月的清肥反霸 杀了四百万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有关联的 军警献特人员 1950年的6月 镇压反革命 杀了四百万 年底开始的土改 杀了两百万的地主俘虏 不说了三反五反 社会主义改造 肃反运动 一路下来 死了多少人 日本帝国 疯狂青黄十四年 杀死杀伤我军民 两千一到两千三百万之间 一九四九年以后 万无万换 内无理由 外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内无人民造反暴乱 家家的门口都贴的是听毛主席话 跟共产党走上年是设备主义好的 是死了八千万 有人说 共产党来了 中国人民总算吃饱了吧 共产党来了 中国人民才站起来了吧 光是1959年到62年就饿死了四千三百万 这是1962年失业共产党省委书记碰头会上的 所谓三年来不正常的死亡人数 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不必要再说下去了 我想在座的很多朋友专家学者 都对此时分的了解 我最后想说一个问题 如何认识 现代中国走向共和的历程 简单的说 从孙中山先生发动共和革命 到大中华民国在1912年元一日创建 这个阶段是亲政府拒绝政治改革 最后必然被推翻的阶段 这个阶段是走向共和的准备阶段 从1912年到1927年 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人民反对公然的和 架着共和的名义复辟专制的岁月 十七年 反倒了元氏复辟 反倒了战兴复辟 反倒了百洋军阀的复辟混战 尽管北洋军阀阶段实际上是一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过渡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反复辟获得了胜 1927年到1937年 是中国人民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坚定的反击苏我 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犹如法国抵抗欧洲的七次神圣同盟 对他的公然侵略一样 我们大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们的国民革命军 战胜了日本人的八年全面清华战争 1945年之后到1949年 就是在共产革命名义上的专制复辟 和中国要走向民主宪政之间的一个凄惨的 并且是残酷的冲突 在这个冲突当中 我们犹如俄罗斯共和国 犹如法兰西第一第二共和国一样凄凉的失败了 1949年到今天的56年 是更名义下全面专制复辟的岁月 这个岁月分三个阶段 1949年到1966年 全面架构专制统治 建立专制集权复辟制度的岁月 1966年到1979年 是毛泽东进行文革的岁月 文革的岁月是复辟中的复辟 因为49年是一个党获得了对全体人民的专政 文革当中 毛泽东以一人获得了对全党的专政 他要刘少席死刘少席不得不死 他要彭德怀王彭德怀不得不亡 这严狼是一个坏帝王的典型形象 1979年 邓小平改革开放 企图在长治久安的愿望之下 把旧要沉传的中国共产党 从他的自己制造的灾难和类后拯救出来 可是26年改革开放 第一 他拒绝政治改革 也就是像清王朝一样拒绝政治变法 第二 他残酷的镇压了人民这些政治改革的要求 犹如慈其太后1898年镇压屋须变法一样 犹如俄布沙皇尼古拉二世 镇压1905年人民要求他政治改革一样 第三 在26年的过程当中 虽然他也是两度改革 可是他始终是只改经济 放纵经济改革 绝不改政治 并且在改革的过程当中 他的所有的成就当中 他的腐败成就大大的超过了他经济上的成就 第四 在二十年代改革开放当中 大家应该准确的认识到一个问题 那不过是中华民族 近现代一个历史大套 配用了一个小进步 这个进步不过是让 握了多少连犯的农民开始有了饭吃 让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在无穷的智库当中 获得了一点施舍的自由 可是这一切由于不患寡而患不均 由于腐败的成就实在是固大 由于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 在专制统治被迫弱化的条件下 不得不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继续强化这个统治 所以人民和共产党的矛盾 不是在走向消极 而是走向强垮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危机四夫的时代 是56年来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危机的时期 我们心里面真的希望他能改 能真正的政治改革 能真正的走向民主变革的道路上去 但是我在这里想说一句话 过了这个曾就没这个点 当人民溃下来 向有哀求政治变革的时候 政治改革的时候 你用屠刀杀了人民 当你自己要失败要灭亡的时候 就是你想改变来不及了 从他今天的表现来看 他还是不想改 我们今天必须记住自己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真的 我们要在思想文化上 重做中华儿女 不做玛丽子孙 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在 回顾对历史的种种磨难的时刻 认清楚 中国近现代的这一条走向共和的道路 到底是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第三 我们一定要把共产党的专制扶贫统治所堵塞的这条走向共和的道路 重新把它挖走 为此 为此我们就应该承认 我们要乘上起下 既往开来 在斯文中山先生 开创了这第一共和的道路上 为了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振兴 为了我们人民的豁福 为我们国家真正能走向自由民主的制度 做一个坚定的认真的负责任的反共人士 谢谢